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魏老师给大家讲故事 那么上节咱们讲到了赶南会议和宁都会议 经过这两个会议之后呢 毛主席的兵权 就是军事指挥权被剥夺了 那么毛主席就离开军队长达两年的时间 那么在这两年期间 我中央红军的主要的领导那就变成了什么 博古 博古呢是当时的中央的一把手 是由谁 是左倾错误路线的王明指定的 那么博古当时24岁 毛头小伙大学刚毕业 就是他呢 没打过仗 就直接空降为我党的一个一把手送书机 那么他由于没打过仗 他又从共产国际找来一个军事顾问李德 李德呢是佛龙芝军事学校毕业的 他确实呢打过仗 会打阵地战 但是在山上面做的山地游击战不懂 那么当时的中央是由这两人把持 那么所以整个在中央奉行的是什么 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 所以说呢 第五次反围剿 其实呢很多人讲过 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以博古李德为首的中央 采取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 那么针对蒋介石派了100万大军 进行的什么第五次围剿 用于咱们苏区中央苏区的将近就有50万 所以在蒋介石这个强大的攻势下呢 而且我党当时又运用了错误的路线 抛弃了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 运动中歼灭敌人的这个运动战的这个战术 用什么呢 杆对杆啊 就是怎么说 短促突击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堡垒战 堡垒对堡垒 就是跟别人拼火力拼消耗 当时怎么说 用彭德怀元帅的一句话来说 就是叫花子跟龙王比保 那么你无论从这个人数上 火力上 后勤上 包括这个经济上 你都没有办法跟国民党军队抗衡 那么所以导致了什么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那么最根本的错误原因 就是他们把毛主席呢 排挤在军队的领导之外 这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 但是哈 这个呢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讲 那么我再讲一下 从国民党方面来说 那么国民党方面 是一个什么原因 是的我党这个反围剿失败的 就是说从国民党方面来看 国民党这次确实有进步 为什么 第一 就以前啊 前四次围剿的过程中呢 国民党的军官 汤生怕死 冲锋都是让什么 连长排长 你率着部队冲 啊 那么尤其是到团长 旅长 或者师长一级的 军长一级的 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政敌前 那么蒋介石 针对他国民党这个军官 汤生怕死呢 他开了个庐山军官教育团 受培训的军官有七千人 啊 那么 事实上的这个教育团的效果有没有 很难说 为什么 因为有的短的就一个月 军官只去培训一个月 你一个月能学到什么 战略战术 你一个军校 你学习 学成得三年 你一个月能学多少 最长的就学半年 但是呢 经过七千人的这个国民党军官培训之后 那么国民党这个军官的这个作战意识 有很大的改善 就以前呢 以周总理的回忆 在政地上 在跟国民党打仗的时候 根本看不到国民党团长以上的这种军官 带头冲锋的 那么在第五次反卫教的时候 居然能看到敌人的师长带头冲锋的 这个就是国民党的军队跟以前的一个不同 啊 就说 我党当时呢 实行了错误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 那么结果国民党呢 反而比以前进步了 第一进步就是人数比以前多了 原来的第四次反卫教 总共才40万兵力 那这次呢 第五次反卫教 咱们面对的是50万兵力 再一个的话就说 啊 国民党 用用了新的一个战术 以前呢 比如说是长驱直入 啊 要尽快的寻找我中央红军的主力进行决战 这次不对 啊 蒋介石啊 聘请了国民党的国防部长 啊 是不是冯汉思 冯汉思呢 是在抗战的时候 聘请过来的 就是冯汉思的上一任 啊 这国防部长名字我忘记了 就是说 请他来给做军事公务 那么这军事公务呢 他说的这次是叫做堡垒推进 第五次为一脚的时候 啊 50万军队围攻中央速去 不着急 一天只容许向前推进两里 就是一公里 一天向前推进一千米 不像以前一样 猛打猛冲 一个石 两个石 直接冲进去 那你冲进去呢 我党就有机会把你风格包围 啊 这次没有 所有的部队 慢慢的往上围 一天走一公里 不要多 这是第一 第二 堡垒站 前进一公里 开始绣碉堡 啊 那么有个具体的数据 就是说 在第五次反围角 开始之前 整个围绕 我中央苏区的这个碉堡 只有一千个 国民党修的 那么等第五次反围角 结束之后呢 围绕 我中央苏区的碉堡 国民党修了一万四千个 是以前的十四倍 而且呢 碉堡是很密集的 就说 这个碉堡 跟这个碉堡之间 之间是用一个枪 能打得到的 就碉堡跟碉堡之间呢 没有不存在一条路 你走过来 火力都能打得到 你不管走这边 走那边 只要红军港路过碉堡 电的火力就能够得到 那么这样子来的话 就是说 通过层层的堡垒推进 把握中央苏区的 红军的这个地盘 越来越给压缩的变小 这是一个 再一个的话 敌人除了什么 除了用用碉堡战之后呢 再一个就是用经济战 经济战呢 很明显的用怎么说呢 就是第一 不让把食盐 就吃的那个盐啊 从商下 用到商上去 如果商底下的老百姓 你敢偷偷给红军送盐 抓住就枪毙 或者说 山底下的布 粮食 不可以卖到山上去 沿途 设立港哨 你要是敢往沙汉拿东西 抓起来枪毙 这样子的话 就相当于我 我当常说的 尖壁亲眼 我当在山上 连吃的盐都没有 布也没有 那么粮食 虽然可以自给自足 你说不吃盐 人不吃盐 全身是贪软啊 我想就是80后 70后的这一代的人 看过 小时候看过电影 叫做闪闪的红星 描述的就是 当时这个状况 就是那个潘东子 跟他爷爷 去给我党送盐 那么遇到国民党的 这个盘查 潘东子聪明 把盐放进水壶里面 化成水 倒在自己棉袄上 那么敌人 他的水壶是竹子做的 当时工业落后 拿着水壶 就是竹子 竹腿 有个盖子 那么他们要上山 说是上山去打柴 那么国民党呢 要搜一下 看你有没有给巴鲁军送东西 有没有给中央红军送东西 一搜 没有 身上没有一粒盐 也没有什么粮食 那就放他们上去了 这时候呢 潘东子去了 把衣服一脱 把水一洗 把盐头这个棉袄里面洗出来 蒸发干水 就变成盐 所以呢 中央苏区就这么困难 这是一个 再一个的话 就是说 国民党 明白了什么呢 我中央红区的这个苏区的这个经济运作的一个模式 就是什么呢 打土豪 分田地 给群苦农民呢 把土豪 大地主的土地 封给群苦农民 获得了群苦农民的支持 国民党也效仿 怎么着呢 就说 他在中央苏区呢 也会给这些啊 中央苏区的这些农民 平民 偶尔发一点救济款 这个叫做什么 拉拢人心 他们为的是什么 他们其实呢 就是为了收买人心 并不是真正为了中央苏区的老百姓 谋利益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只在中央苏区 有这个政策 啊 中央苏区以外的其他地方 因为他用不着 啊 这个农民帮他 所以呢 就没有这个政策 所以说呢 国民党从啊 政治 军事啊 包括宣传 立体的对中央苏区啊 形成了一个跟前四次围剿 不同的一个新的战术 那么这啊 也是第五次反围剿 难以啊 我党能打败他们的原因之一 但是呢 前面已经说了 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根本的原因 往往都是内因 内因就是呢 当时的啊 伯古跟李德 剥夺了谁 剥夺了毛主席的这个军事指挥权 使得这个正确的 作战的方针 不能在我红军中的运营 所以说呢 这个第五次反围剿 啊 从啊 三三年十月啊 一直打到三四年十月 为期一年 那么什么叫做 二万五千里长征 用咱们生活中的话 就是说 实在打的没有办法 所以说呢 我中央红军 就不得不离开 中央苏区 八万六千人 踏上了长征之路 啊 再一个呢 回到这个 毛主席的这个干男会议和 宁度会议 失去兵权这个事 就是说 为什么 当时啊 伯古 李德 包括尤其是 执行左行错误路线的 这个王明 他们为什么要拨动 毛主席的军 军事指挥权 那么就说 伯古也好 王明也好 他们呢 在中央苏区没有根基 记住 没有根基指的是什么 毛主席呢 是把中央苏区 井冈山从没有 他带了一千人 就是秋秋奇 失败之后 带了一千人上了山 井冈山苏区 是他一手创建的 从一千人 发展到多少呢 发展到八万多人 连根据的军民 十几万 这些都是毛主席 亲手一点一点 带出来的 所以毛主席 在中央苏区 是非常有威望的 不仅在军队里面 军队听毛主席的 也受到了 中央苏区老百姓的爱戴 毛主席是有根基 有基础的 反观伯古里德 他们在军队里面 在苏区老百姓里面 没有任何的根基 苏区老百姓 都不认识 伯古里德是谁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三亿年之前 他们都在上海工作 他们就没有在苏区 所以说呢 苏区中央苏区 一直毛主席 就是一把手 所以说呢 伯古里德 包括王明上台以后 他们想要拿到 中央苏区的这个领导权 如果不排挤毛主席 那么他们就拿不到这个权利 或者说军队 就根本不听他们的 因为军队是毛主席 和朱德总村 一手创建起来的 所以说呢 这个呢 也是伯古里德 排挤毛主席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呢 最终致使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我中央红军 不得不踏上了 这个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那么再顺便说一下 中央苏区 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 那么中央苏区 还剩下谁 五六千的伤员 作战的伤员 这个伤员是一拳一拐 有的住院啊 打着调整你走不了 这是一批 还有一批呢 就是以前支持毛主席的 反对伯古里德的这批人 伯古里德 故意要把这批人给留下来 为什么 因为跟他们的路线不一样嘛 比如说当时的 我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 瞿秋白 那么伯古就命令瞿秋白 不允许跟着中央红军 进行长征 那么尤其是刚开始 伯古里德还没打算 让毛主席跟着中央红军 去长征 只不过他们当心 毛主席的这个军事素养 因为中央苏区啊 是毛主席一手创立的 那么如果留下来毛主席 毛主席经过发展 又把中央苏区给发展起来了 那就是打了伯古里德的脸 为什么 伯古里德 你在中央苏区当一把手的时候 被国民党给打得呆不住 跑了 带着部队长征了 结果如果让毛主席 重新再任中央苏区一把手 如果毛主席 又率领部队打败敌人的话 伯古里德就认为 这就是打他们脸嘛 所以说 也不敢把毛主席留下来 所以呢 毛主席跟着伯古里德 踏上了长征之路 当然 比如说踏上长征之路的有 张文天 王家祥 周总理 那么当时的三人团是什么 伯古副总则 李德负责军事 周总理负责执行 这是早期的三人团 那么当时中央苏区 不可能留下这个烂坛子 不管了 那这么多伤员 是不是被国民党给抓起来吗 不是的 当时中央苏区留下来 是一把手是谁 向寅和陈毅 这两个人 向寅负责军事 陈毅负责政治 那么留下来的这个项音和诚意 坚守中央苏区 包括瞿秋白 他们最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结局呢 那么咱们下一节再讲 好 今天就到这里 如果您下来的地方 咱们下来的地方 所以妳下来的地方 请请请请请试试 我们下来的地方